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已经上去了 阿弥陀佛 所以各位还是要以正面的思考 刚刚大家这么虔诚供养这些上师 所以他们心里一定很感动 对不对 所以现在念起来就不敢看了 不敢看了 人总是凡夫 对不对 你给师父拿一个好吃的 我对你讲话就很客气 那是一定的吗 人都是这样 因为凡夫嘛 所以按照佛陀的讲法 先供养 再提请上师慈悲 就很好 对不对 因为人嘛 我想我们对佛菩萨 当然也是如此 先供养礼拜 然后再情转法轮 这是应该的 应该的 所以我们这样供养 然后上师一定很慈悲 这一慈悲 当下的菩提心 他们修仪鬼 不得了了 仪鬼就是菩提心 用菩提心 来帮助往生者 那是最大的力量 那我先把报恩的故事提一下 那今天有三本讲义 那各位最好 等一下法会圆满了 都带回去 这最重要了 第一个故事 各位都有些听过了 在过去无量节以前 波罗那国的国王 被他的奸臣宰相 抹杀创委了 那创委以后 他担心他三个儿子 所以要分别带着军队 又把大王子 二王子杀掉 然后国王的第三个儿子 在边疆做王 性格调柔 贤善 所以连天神都 护持他 尊敬他 那这位三王子 有个七岁的太子 叫虚奢提 七岁 从小就聪明孝顺 所以深得三王子喜爱 那有一天 这个三王子 睡不着觉 在皇宫走来走去 突然 这些护法善神 所以各位一定要修行 护法善神 就算他没办法跟你沟通 他都会告诉你 这条路好 那一条路不好 他会用各种方法提醒你 真是如此 甚至托梦给你 我这十几年来 我做过很多次梦 到现在想起来 每一个梦都非常准确 通知你好 通知你不好 这个都是护法善神 不可思议 所以这位天神呢 就来告诉小王子说 哎呀 小王子啊 奸臣罗和罗 那个名字 已经造反了 杀死你的父母 杀死你两个哥哥 不久就会带军队来杀害你 你赶快逃吧 然后呢 三王子听到这个反复思维 决定逃离到隔壁国家 因为到隔壁国家 这个国家曾经帮助他的父王 建立这个国家 所以他一定会帮助他 那当时候要去邻国的行程 有两种行程 七天跟十四天 两条路 当然 小王子就准备了七天的粮食 带着他太太跟小儿子徐山提 三个人匆匆忙忙的 结果跑错路了 跑到十四天那条路上去 结果跑不了几天 那东西吃完了 又没有水草 那三个人又一起吃 一下吃完了 前面的路还这么远 那时候三王子也想 现在这么紧急 要死也没必要三个人一起死 所以他说想一想 他能做的 就是杀死他的太太 因为他的王位 还有他儿子要接王位 他只能杀了他太太 用他的肉物 做食物 保全他跟孩子的性命 他想完以后 他真的拿刀子 要杀他的夫人 结果小王子 七岁的虚蛇体 看到他要杀母亲 急忙握住父亲的手 父亲你为什么要杀我的母亲呢 然后父亲满泪的 满眼的泪水 声音微弱颤抖的对小孩说 我想杀你的母亲 取血肉 也是为了这个国家 能够允许我们父子的性命 因为不杀 我们三个都等死 我的身体也是如此 现在死活都没把握 所以为了把握你的生命 就算最后我肉给你吃 我都要保护你 让你能够 让这个国家能够延续 所以不得不杀你的母亲 结果七岁的虚蛇体 却说了 他说父亲 就算你杀了母亲 我也不可能吃 天下哪有做小孩 吃母亲的生肉的事呢 所以不吃肉 我必定会吃 所以各位 他说父王啊 你应该杀了我 杀了儿子 割取儿子的肉 来救活父母 这个才是 让儿子很孝顺啊 你不应该杀母亲 那国王听了内心悲痛啊 乃至昏倒在地啊 但是醒来以后 对儿子说啊 你就像我的眼睛一样 谁会挑自己的眼睛吃呢 就算我 舍弃我的生命 我也不吃你的生肉 所以各位听到这边 发给愿 从今不要吃肉了 好不好啊 因为每一个鱼 每一个猪 都是我们爸爸妈妈的肉 都是我们亲儿子的肉 谁会去吃呢 但是七岁小太子啊 就跟父亲说啊 如果你现在就把我杀死了 那我这个身体的肉 很快就会烂掉 所以愿爸爸 你呢 每天从我的身上割三斤的肉 分成三份 两份让我供养爸爸妈妈 一份呢 让我自己吃 来延续生命 各位 慈悲要有智慧啊 三王子这么有智慧 所以国王 没办法了 就答应三王子的 小太子的请求 那么 但是小太子都忍得痛 不叫 让他的父亲可以吃啊 那太子的生肉 很快就被吃完了 骨节相连 只剩下一口气没断 那太子也没办法走路了 倒在地上 他的父母赶紧抱着 七岁小太子 放生痛哭啊 哎呀 我们是什么样的父母啊 既然吃你身上的肉 让你受这么大的痛苦 前面的路还这么远 你的身上的肉 已经快没有了 不如我们三个一起死吧 太子就跟他父亲啊 用微弱的声音说 父王 还剩下一天的路啊 你就让我死在此地吧 愿父母 千万不要像一般人的见识 都在这边死掉 请父王割下我骨缝里面的一点点肉 供养父母 这样父母你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但是他父母听了以后 也没办法 把割下来的肉 还是分成三份 一份给小太子 两份他们两个自己吃啊 吃完以后 两个大哭啊 然后呢 没办法 为了这个国家 告别小太子 然后呢 小太子 虽然躺在地上 也慢慢起身呢 用他的眼睛 目送的 他的父母 慢慢地离开 那个时候小太子 想着父母 目光都不离开 那没多久 又倒生在地啊 这个时候 许多飞过来的蚊啊 蚊啊 闻到他身上的血肉味啊 就开始在吸着 太子的鲜血 太子苦不堪言了 只剩下命根还没断而已 这个时候 他立刻发誓 各位这个很重要啊 他说 愿我前世的罪恶 从此永远消除 从今往后 再也不造恶业 今天 我以身上的肉 供养父母 愿父母常得福报 昼夜安乐 睡无恶梦 天护仁爱 愿献观盗贼 因我得以消灭 愿父母处事吉祥 愿我所剩下的血肉 供养这些昆虫 让他们得到饱足 如我父母吃我肉一样 愿我来世 如果能够成佛 那我就可以不施 佛法 正法 遣除这些昆虫 饥渴生死轮回的重病 各位 伟不伟大 请记住 哪一天你生病的时候 那痛也好 你还要发这个愿 愿我这个病苦 愿我虔诚的忏悔 前世的罪业 可以永远消除 愿我生生世世 不要再造重业 虽然太子并不是一个业 但是他给父母吃 但是我们是一个业 才会生病 但是一样要发这个愿 所以 以自己的身肉供养父母 愿父母永得福报 愿负面的这些盗贼 也能够善 是恶业不成就 所以 所剩下的血肉 不死给众生 将来成佛 就能够度他们 那发持大愿的时候 天地 剧烈震动 连太阳都失去了光色 那个时候 第四天 玉皇大帝 来到人间 因为人间有人 大发心 天上都会震动 玉皇大帝的椅子 都会像坏掉一样 所以 他就跑到人间来 为什么要 做这么大的功德 他就试验了 小太子的道姓说 哎呀 你今天能够难舍能舍 用你的身上的肉 供养父母 用这个功德 你有什么愿望吗 你是想做天王 人王 放王 魔王吗 注意听 太子回答 我不求这个 念一下 我唯求佛道 普度众生 各位要永远记住 这个才是 帮助父母 帮助世界众生 最好 我唯求成佛 普度众生 那个时候 玉皇大帝说 佛道这么长远 要久受勤苦 方能成就 你如何受得了 这种痛苦呢 太子又说了 这句话 太重要 假设热铁轮 在我头上旋转 一直烧我的头 终不宜苦 而退失 菩提道 再听一次 假设热铁轮 在我头上旋转 烧我 终不宜此苦 而退失 菩提道 那个时候 玉皇大帝说 你这样讲 只是空话 谁相信你呢 太子那个时候 七岁 马上发誓 如果我欺骗 就让我的伤口 永远不愈合 让我痛苦吧 如果我讲的是真话 让我的身体 恢复如初 我的血 都变成乳 太子发誓以后 身体 立刻恢复本来的样子 地上的血 都变成白色的乳汁 而且它恢复以后 相貌更加端正 各位 这个就是消病苦 消业障 最快的方法 如果你已经癌症末期了 身上已经割 砍了 你要发怨 就算这个身体不能用了 那你来世一定是上品上神 更加投胎做人 向好庄严 所以那时候 一皇大帝听到这句话 看到这样的现象 马上赞叹说 如果小太子你将来成佛 愿先度我 这就是一皇大帝 生生世世做佛陀护法的因 故事继续说了 所以太子的父母来到邻国 向当地的国王 讲述了沿路的经历 那这个国王都被太子的孝心感动 就马上派遣